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池板位于右侧 剪开扎带 取下电池板 将新电池板安装到位 安装到位后 将六对两星插头无序对查 整理完毕即可 若无电池板 安装电池方法如下 我手中拿的是独立电池样品 电极处更用一根线引出 压上端子 其功能与电池板中任意一组电池一样 另持两根线 压上另一端端子 将原有黄线端子处剪断 断点与外置线连接 端子对查 依次进行六组电池更换 整理完毕即可 安装完毕后 将底座进行安装 安装完毕后 将底座进行安装 开机打开控制柜 同样显示896 此时我们翻开背板 点击set 选择模式 选择到afacl界面 点击set 长按左箭头 显示finish 重复以上操作即可 完成电池板更换后 需重新记录零点 完成电池板更换后 需旧 此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点赞